大家好,包子里一天都没闲着 共产党虽然是一个土匪组织 但是一个人也要想坚决不退休 一个人也要想当皇上,并没那么容易的事情 基本上从晚清垮台以后,各路流氓豪杰 都在往这个位置上在奔,在左岸 中国人他有两个伟大事业 他是绝不放弃的 每个人都一样,咱一定要记住 第一呢,是中国人个个都在寻找长生不老药 比如说很多中国男人年纪大了以后,就彩阴不扬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找一个十八岁的姑娘 说干嘛,你以为他真的忙得不来吗 你以为他真的行吗 他彩阴不扬,希望延年一寿,多活几年 这是一般的中国男人都有这个人生梦想 唯一大事业之一,彩阴不扬事业 是吧,习主席也搞这个事情 习主席睡在宫内上越来越年轻 为什么呀,你以为他想干嘛 你以为他真的有那么好的欲望吗 人过了四十八岁,欲望就无形了 你吃尾哥也没用 你还不是老实点,天天跟自己的媳妇在一起 是不是抱着睡觉,是不是安慰安慰就行了 是不是,越看越好看自己的老婆 是不是 第二个中国人的伟大世界就是人人都想当皇上 但是呢,架不住你一时的车能是滚滚向前 晚清一辞起来后,把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就给折腾了 给搞没了,是不是 从此以后,每一个中国人想当皇帝而不得 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想往上面拱 日拱一族,不岂肃成也 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孙中山想当皇帝 结果呢,想彩阴不扬,是吧 结果50多岁就个屁了,他的确是彩阴不扬 一把年底了,比宋庆龄的爹还大 哎,但是那把宋庆龄娶为娇妻 宋庆龄,你想想,他那么那么这个肉滚滚的这么一个女的 你孙中山就这么小短妥,有点小个子 你没彩阴不扬,你肯定没有彩阴不扬 我告诉你,你精进人亡,那是真的 孙中山要是不娶宋美龄 不娶这么一个这个肉滚滚的油物 还估计多活几年,你本来肝脏就不好 你还一天都往扑腾 你应该要,应该要养肌虚锐 知道吧,应该要调你自己 不要搞这个事情,结果呢,架不住 浴火攻心,娶了这么一个 你浑身都是肉的这么一个女孩 那怎么行,孙中山呢,想到皇上 死了就死了,人都要死了 不行,再把他的尸体,要把他拱成一个木兰衣 搞一个水晶棺 是吧,放着,让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啊 都一起供着,结果呢,水晶棺的水平不高 放在里面也烂掉了 你看呢,人一想,采阴补扬,长生不老 人一想当皇上,是不是 活着的时候想这样,死了以后还想这样 但是还是不行啊,对吧 毛泽东也是,你后来采阴补扬 找一堆小姑娘,天天在学乡书 跑啊跑啊跑啊,是不是 又春风灿烂,春光灿烂,猪八戒 搞得江青同志很烦 完了以后不退休,是不是 一直干到死了以后腻嘛 老婆被抓,江山被夺 皇上也没有继续搞下去 也没有毛主席万岁,有什么用呢 现在又轮到习主席了 这个据说习主席最近终于搞定了一个武装力量 在中国嘛,枪杆子里面出镇权 你没有军队,你搞不定,是吧 所以说最近国内医院在放一个消息 我一看呵呵,又是枪杆子 要绞进脑汁,在吹牛逼,在忽悠 说这个北京的武警官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一个媒体还不是一个主流媒体 不是日日面报,不是CCAV 也不是新华色,是吧 而是一个巴克斯打不着的媒体 说什么呢,北京的武警总队 一定做到听习主席的指挥 听这个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说你这个消息就是一看你,我就呵呵 为什么呵呵,为什么说他忽悠呢 你心里就输了,你就傻了 就跟有些人骂我,我看你一眼我就输了 我看你一眼我就傻了 你首先你北京武警官员是北京武警总队 武警那是人家的全称他叫什么什么武警 那跟你北京武警总队就是北京这个地方的呗 没有道理的事情 首先这个语言不详,说话不准确 到底是全国的武警总队还是北京的武警总队 你说他是总队,又好像是全国的 但是他就叫他个北京的 可是北京这个词他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北京是首都嘛 你可以说是全国的 同时北京的又是个北京市啊 是不是也有个武警部队啊 所以到底是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呢 你搞不清楚 故意这么模棱两可 故意跟你跟你摆一个漏洞 故意说给习主席听 故意配合习主席忽悠 你说你这个东西你信吗 你心里就输了,心里就傻了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包子黎啊 有一段时间呢 他那身边的中央警卫局的人他都不信 他后来从新疆调了几千人过来 那是保卫他的安全 身边的过去的那个保卫江泽民 保卫胡锦涛的中央警卫局 他都不信 中央警卫局长他也换了 换了好多个人 后来还是不信 干脆让新疆的这边的人来保卫他 走的哪儿都是新疆的那儿保卫他 你说明他的中央警卫局他没搞定呗 这是七一吧 我们都记得啊 七二 这个跑到四川搬救兵西部战区 跟那个姓王的西部战区的私林 把酒言欢 一起炮丢 一起扛枪 一起下乡 就也没搞定 是不是跑到北京来了以后 中央军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之声 你呀去这个西部战区去视察 去搞事 去去搬救兵 那是你的事情 你是中央军委主席 你可以去 问题是我们这些人不能跟你站队 死活不知声 你就发现解放军报就没有一片文章 说我们要 我们要相信 就是听习主席指挥 对习主席负 让习主席放心 我跟你说 你什么时候看见解放军报 中央军委的一流的副主席 齐声高喊 我们要听习主席的话 听习主席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 让习主席放心 那基本上习主席真的就把部队搞定了 只要解放军报没有说这样的话 就没搞定 上次江泽民 要想当军委主席 就出现过这样的解放军报的社论 那个是张万年 那个老不死的 把持着中央军委 完了以后就发了这篇文章 听江主席指挥 对江主席负责 让江主席放心 你这个时候胡锦涛 你不听话 不听话就把你给废了 是不是 那没办法的事情 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习主席没有搞定军队 包子就没有搞定军队 所以一级不成嘛 又生一级嘛 你说你的中央警卫局也没搞定 是不是 然后你的那个什么 中央军委你也没搞定 对吧 然后呢 公安部你是搞定的 公安干净 王小红你搞定的 但是搞定以后 王小红的事也是一堆的麻纱 还没开始搞呢 就出了这个河北的公安厅厅长被杀 刚刚从你公安部调的那边做副省长 公安厅厅长你就把人家杀了 说明你穿帮了呗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西包子在公安武警 公安干净这一块也没搞定 至少说可以说没有完全搞定 是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那你接下来靠谁呢 政法系统其实也是一个武警的 也是一个武装力量啊 因为他们都被枪嘛 如果你把中国的公检法 尤其是法院系统 法院系统如果能搞定的话 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是吧 那没搞定啊 为什么呀 整个司法系统 延安整风把人都在做完了 这些年抓的最多的就是法院的院长 公安局的局长 所以为什么包子的公安局和这个法院他搞不定呢 检察院他搞不定的 公检法他都搞不定 为什么他得罪人太多了 恨死他 谁他妈跟他卖命呢 没有人 总不知 你总不知 这会儿就只有两种力量 我一直其实在关注的 一个就是武警 武警总队 这个东西一直没提 对吧 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武装力量 就是狗推的 是吧 伪军叫什么 城管 你总不可能靠城管嘛 城管也有枪的 总不可能靠城管嘛 最后就武警部队 武警部队到底是知不知他呢 那我们都知道武警部队以前的这个王啊 是谁啊 是周永康 周永康当时想策划一场政变 想把胡锦涛和温家宝抓起来 动用的就是武警部队 他动不了军队 后来这个胡锦涛是调了宝丁的野战军 直接把武警总队的那帮孙子就给抓起来了 哎有这么一出戏大家都知道是吧 都听说过 至少 所以你这会说武警总队啊 听习主席的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听 所以我说了吧 你如果相信他这句话 你就呵呵了啊 你就傻了 是吧 你就傻了 你就你就输了 所以不要听他的 他这就是最后一次忽悠啊 我果 我觉得啊 最后一次忽悠 你没有武装力量在你的手上 你没有那么牛逼 你要想把军队搞定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影响 你足够的威信 为什么邓小平能搞定军队 那当然了 人家是开国元勋之一 是不是 虽然是个土匪国 但人家也是开国元勋 小平同志一说 就地位很高 是吧 这个东西有威信的 完了以后江泽民 为什么能把军队搞定 因为江泽民在的时候就闷声发大财呀 军队那帮孙子转枪转种 要是你说那个时候军队的那帮军头 一个个的都是彩阴不扬 对吧 一个个都是 一个个的都以为自己长生不老 那江主席也是彩阴不扬啊 是不是 你说跟我们宋祖英 宋祖英虽然不是个小姑娘 那好久好久也是啊 身材比例不错的是吧 歌又唱的甜美 听一听人都馊了 对吧 所以你想想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爱好 都合着是产生了伟大的 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共鸣 对 所以军队支持习主席 多好啊 是不是 习主席领导我们的军队 我们继续可以当官发财 死老婆 继续可以财阴不扬 继续可以长生不老 多好啊 他有个共同的价值观 你细胞子今天没有 细胞子你是 我要坚持共产党领导 我要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发展经济如果把共产党搞没了 那要发展经济干嘛 结果就开倒车回头路 中国的老百姓也好 军头也好 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好 个个都适应了 当官发财 死老婆的光辉岁月 真的 他们一下子让他赚不了钱 让他日子不好过 他嘴巴上不跟你反 他也没有必要 又不敢当这个出头了嘛 怕你整他嘛 但是私立下肯定是不支持你的 细胞子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他要当皇上 他要连任 没有丝毫的名义 所以我们看到说北京武警官员 对媒体说 北京武警总队一定要做 听习主席的话 听习主席指挥 让习主席放心 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他最后一次忽悠 绝对是最后一次忽悠 你再也没有人了嘛 如果他还忽悠的话 就说城管的总队 城管的总队 是不是 说请习主席放心 我们一直支持习主席连任 你不觉得就是一笑大方了吗 谢谢